敲锣打鼓全场热闹迎接 新郎披着彩球现身 但奉冠侠配下的女主角 竟是一头猪 只见这头小猪不只脖子 挂黄金被新郎公主抱 最后还坐上特制礼车 就连新婚大门也挂上红色布帘 写着三郎先生和猪女士婚礼 河南商丘一名男子 大张旗鼓和母猪办结婚典礼 煞有其事的迎娶仪式 影片一发布惹来骂声一片 有人嘲讽住客对方早生贵子 也有人摇头直呼 为了追求流量博取眼球 让年轻人变得疯狂没下线 现在正在核实 已经在调查了 就一切情况等后续有官方通报 当地警方更已认定男子的行为 是挂重取宠 无底线的恶意炒作 违反公序良俗 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和动物共结连理 其实也并不是新闲事 母鳄鱼披着白纱进场 由新郎双手接过 现场还有不少民众热闹出席 墨西哥小镇 圣佩德罗瓦梅鲁拉 当地传统深信 鳄鱼是公主的化身 只要跟鳄鱼结婚 太平洋海岸就能风调雨顺 带来丰富余祸 也让古老的跨界联姻 成为世界奇观 这一新闻 黄泉一报道